HELLO 大家好,我是TCN記者阿粥 今天來到華社CES的餐位 除了Mothership之外,亦都有一件事想帶大家去看看 就是這一塊底板 這塊底板叫做RG Dominus Extreme 讓大家看一下投票 我看見CPU的Socket是Intel LGA3647 這個Socket是什麼呢? 問到華碩人員,他就不敢說CPU是什麼型號 但他就問我,你不記得 Intel是10月份的發佈會 就是那顆CPU 那顆很明顯就是32Core的Intel CPU 本來Intel就說在去年的Q4會開始賣這顆CPU 但到現在2019年還未推出 不過我也幸好可以來這裡看看它的底板 這一塊華碩底板就是當時Intel 是它的發表會用的底板 這個就是LGA3647的Socket 你看到它好像是伺服器那種比較大 長的位置 你看到它這裡有一排的Slock 這邊有六個 就是RAMSlock 最多可以超頻到DDR4的4200MB 這裡也有六條 加上是有12條的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比較長一點 它就不是RAMS的 旁邊那邊也有 這裡也有一個長一點 這個和這個Slock 就叫做Dim.2 它這塊板就會跟著一張卡 有兩張卡就是插在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那這張卡的正反裡面 都可以插在M.2的SSD 加上插在兩張卡的Dim.2的Slock 就有四個SSD 顯示卡方面 這裡就支援4Way的SLI 一個就是敗家之眼的Logo 這裡就好像之前華碩推出的水冷牌 它可以有一個LED發光 不過現在呢 它這裡就沒有展出它的LED發光 那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類似這個 CPU Temperature 那你可以自己設定 去展示一些照片 或者是Shift圖 或者是展示其他的參數 那這一邊呢 就是它的VRM散熱 這裡呢 你就可以看到呢 它竟然有四個風扇這麼多 1 2 3 4 好了 那就是幫助它 快到第二班生意 那就是行32相 好 Port位方面呢 你看到呢 它有非常之多的USB Port 那還有Type-C Type-C是四個的 對 不過它找不到四個那麼多 它說四個 對 這裡呢 就是10GBLAN 這個就是1GBLAN 好 好了 那至於售價方面呢 它就沒有說了 還有 始終Intel呢 都沒有正式去開賣 它有32Core的CPU 好了 好 好 就是這麼多 拜拜